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神 现在要说你说哪类人群最爱国呢? 有很多人不会说的 哎呀,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其实最爱自己国家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才心有国家和爱国了 也不能这么说 说两句话啊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其实挺分裂的 人家挺分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们这些老百姓在生活中 经常吐槽 经常抱怨 经常不满 我相信这个几乎人人 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只要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 都在做这些事 可是这些人呢 到了某些特殊的时候 到这每次的关键的时候 嘴上抱怨着 但是行动却做出来了爱国的行动 你看看是不是大多数人这样 挺有意思的 我们普通人大多数都挺分裂的 嘴上啊这个那个的 行动上可爱国了啊 你看着啊 嘴上抱怨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现在要有一个人 拿个日本国旗 跟他怎么的 你看看这帮人全冲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我们嘴说行 但是行动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是挺分裂的一般人 但是呢 还有一部分人 比我们更分裂 你说是谁啊 就是所谓的那些富豪啊 那些明星啊 你说他们这么分裂了啊 就很多都是 其实你去看看他们啊 你看过他们的一些采访啊 看过他们的一些微博呀 你看看他们谈的 那才是 一个一个全是豪言壮语 祖国伟了 每个历史时刻 他们都会站出来说话啊 说的都是一些欢欣鼓舞的话 面对镜头时 面对国旗时 谈到国家时 他们怎么样 经常捂着胸口啊 热泪盈眶啊 哎呦 说实话 看着他们当时的表现 自己咱们都在想 他们是真爱国呀 感觉他们是什么人呢 感觉他们是为了国家 可以付出一切的那些人 按理说 他们能做到也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 他们在国家得到了多少啊 得到了那么多 享受了那么多 如果国家有需要 他们真的应该为国家 奋不顾身 牺牲一切啊 但是呢 其实他们只是演技好吧 对不对 尤其有很多是本身就是演员 演技的演戏都是 经过学来 那的人演技都高超我 是不是啊 那 是不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看一看现实生活中 他们有很多人 喊着自己喊着响亮的口号 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外国 然后呢 成为了外国的国籍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呢 嗯 知道我们国家都不承认双国籍的 那理论上 他的子女就是外国人了 对吧 还有一个特点 你看这些人呢 把子女送到国外 变成了外国国籍 然后他们藏着 掖着 不承认 啊 那不许得藏着 不能让你们知道 你说都为什么呢 嗯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 我跟你说一说 你看看对不住要 第一个 这些人呢 说实话 有签 有身份 有地位 咱得成应 见多思过 嗯 曾经我说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什么的 说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可能人得看到的是 我们从来没体验过的东西 人得体验过了 所以他看到了那么多 体验了那么多之后 他们选择了一个 认为最正确的做法 所以他们才这么做的 我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怀疑这些人的人品 但是我们自不能质疑他们的眼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山底下 根本看不上山顶的风光 你觉得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些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什么 孩子是人家是个独立的个体 尤其长大点了 人家有人家的想法 有人家的生活需要 有人家的观点 所以做父母的不能干涉他们 哎呀 好像给子女好大的权利啊 他们经常会说 如果他想回国 我当然支持了 当然 他想在国外 我也不阻拦 还是那句话 他自己的人生 自己选择 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所以我不能过多的干涉他们 好像说的冠冕堂皇 但是这些人你问问自己 你好意思吗 你真的没干涉吗 你真的没给出主意吗 你真的从小没灌输吗 你真的没给拿钱吗 怎么可能呢 其实他的主意90%都是来于你的灌输和你的干涉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你又或许人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 人家感觉那边有更好的教育 那边有更好的生活 那边未来发展会更好 对不对 所以人家才这么选择 你说限制生活中 我们所有人努力一辈子 为的是什么呢 谁不想给自己孩子最好的呢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活得更好呢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呢 品质呢 对不对呢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理解很正常 老宋要有了钱 可能也会这么做 你们有了钱会吗 会呢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点 但是关键要说第三点 为什么这些人要藏着 掖着 甚至你点出来了 他们也不敢承认呢 原因在哪呢 很简单 因为他们还要在国内挣钱 还要在国内挣大钱 对吗 挣钱的目的是什么 挣钱的目的是要满足他们子女 在国外的生活开销啊 他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国外能够自食其力 能够混得很好的 他们很多都需要父母的支撑 这个钱给他了 他们才能活得很好 是不是 所以你不挣钱 拿什么让他生活的那么舒服啊 所以得挣钱呢 同时你也为自己留后路啊 你儿女都去了 未来我也可能去啊 对吧 我要不多挣钱 未来我上那边干啥去啊 捡破烂去啊 那边也不一样啊 是不是 所以说我也得多挣钱 为了给自己老年生活 到了那边有一个保障 所以他们不能说出来 他们要藏着椰子不成业 不然的话 他们的人设就塌了 人设塌了 老百姓就不买账了 老百姓不买账了 他们怎么挣钱呢 他们挣不到钱 儿女在国外怎么生活呢 去刷盘子刷碗吗 那可不行啊 是不是呢 你看到这儿 所以他们得藏着椰子 而且有很多人还违心 说着那些话 喊着那些口号 不信朋友们去看看啊 当他们在国内挣钱的时候 说的一些话 等他们到国外了 说的一些话 你就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了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女明星 现在岁数挺大了啊 小时候我一直看的演戏 觉得还行啊 然后啊 她好几婚了吧 也嫁了一个男明星 嗓门挺大的 是不是 两个人去国外了 你对了一下 当时他们在国外挣钱的时候 国内挣钱的时候 啊你年轻点的时候 你看他们说的话 哪里一看 爱国 啊 表演戏的 现在一看啊 哪里看 忠诚 对不对 现在你去了国外了 一定在那边生活了 你看看 再看看他们说的一些话 你看看 和原来对比 完全两个人啊 所以说 他们才是最分裂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嘴上说的 并不是他们心里想的 他们内心想的 可能是他们不敢说的 你们 你们看看是不是呢 所以啊 这就是很多人 这么做的原因 你看老兄说的 有没有道理呢 好了 今天就砍到这 感谢朋友们开老兄 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兄 关注老兄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